美国开始从冲绳加首纳基地撤走全部的F-15C地形战斗机 这是美国无奈的选择 但却也可能意味着美国针对中国的手段要进一步升级了 大家好,我是施涛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空军将从11月起从位于日本冲绳的加首纳空军基地 撤走全部两个中队的F-15C地战斗机 这几十架F-15曾经是美国空军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威慑力量 撤走他们难道是美国怂了吗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 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个话题 那么作为第三代战斗机 现在按照这个分类叫做第四代了 这个双发战斗机的杰出代表 美国的这个F-15C地曾经是称霸天空的存在 美国在加首纳部署了两个中队大约48架F-15 这些F-15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-15一起组成了所谓的西太平洋上空的鹰墙 早些年这堵墙是用来封堵苏联的 然而近十几年来 他们的目标越来越多的瞄准了中国 实际上中国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对美日两国的这些F-15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军也不得不承认 这些服役了三四十年的战斗机已经难以威慑地区对手 所以才会宣布从11月1日开始 从加首纳撤出来全部的F-15C地 未来这些战斗机会返回美国国内后 陆续在两年内全部退役 很明显美军对现在西太平洋天空的力量对比 还是心里有点数的 曾几何时 靠着这些F-15 美日联军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压制 过去的苏军 曾经的俄军 但是随着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他们发现老迈的F-15已经不足以对抗解放军装备的大量新型重型战斗机了 真要打起来 不但连这个最新的这个歼20的影子都别想看到 就可能被击落 他们对付起歼16歼11系列战斗机也可能会非常的吃力 日本网络上就有过传言 曾经不可一世的这个日本空字的F-15飞行员 被近些年来中国空军在东海外海的强势表现是压制的喘不过气 甚至出现了在返航途中精神崩溃的现象 不少飞行员就提出了要退役 这恐怕也是促成美国撤回战机的主要原因 那么为了补充威慑力 美国希望在加首纳基地配备能力更强的第五代战斗机 但是美国空军不好意思明说的是 一旦战争打响 作为第一岛链一环的加首纳基地 它大概率是会被彻底瘫痪掉的 所以布置再多的战斗机也是炮灰 所以美军才会考虑把主要的作战装备 开始往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转移 它的期望就是能够增加这些装备的生存概率 所以第五代战机在加首纳会采用 从其他战区抽调轮流部署的方式 短暂驻扎保持在加首纳的力量存在 就比如说来自阿拉斯加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的F-22 就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再加首纳尔轮换部署 那美军的这种模式切换 是他们着眼战争的一种务实表现 咱们可以说某种程度上 美军已经放弃了自己天下第一的幻想 撸起袖子准备打仗了 后面除了会重新部署更先进的战斗机 估计美国还会用先进装备来武装 日本台湾等等普从军 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 在避免自己伤亡的同时 保持对西太平洋事物的干涉能力 持续性的扰乱我们和平崛起的步伐 西太平洋不但不会因为这一次撤换战斗机变得更安全 反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太平 反而有可能因为美国的军事冒险 而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大家对这些话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也感谢你的支持 下期再见